Hello 大家好 今天繼續有母日點評 我是余德寶 今天是10月17日 星期一 母日點評一如既往都找了兩宗新聞 跟大家評論一下 分析一下 第一宗是關於早前 全灣的聖方仔 因為有學生在組會期間不暫立在國歌演奏期間 而遭到處罰 處罰都挺嚴苛的 包括當日要離開不能夠受課 不能夠花學 還要停課 被外界質疑是否懲罰過重 到近期 其中一個網媒 讀媒聯絡到其中一些被停課的學生 了解當日的情況 當然這件事繞釀了幾天 包括尊子 有幅在明報刊登的漫畫 亦被警方說尊子在抹黑警方 因為他穿上防暴衣 進入學校 有很多旁敲的情況 但實際上 當日發生了甚麼事呢 只是聽到校方單方面的一個操辭 或者說法 究竟是否說實的全部呢 讀媒很厲害了 就找到其中一位學生 說回當日的情況 以及評論當日的決定是否合適 據了解 全灣的聖方制可能會成立一個獨立的調查 被停課的學生 亦都叫冤枉 希望校方去道歉 事緣是甚麼呢 我就說少少 可能有些網友未必太清楚 在說 全灣聖方制中學 14名的學生被指不尊重升旗的儀式 被罰停課三天 事情就有些新的進展 除了你說專子那件之外 學生方面 至少有兩名學生向讀媒透露 校監是曾經跟學生見面的 表示或者會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調查這件事情 讀媒亦都向校方調查詢 停課案事件發生之後 各界對學校或學生 有否尊重升旗的儀式呢 眾說紛云 為何在早會期間可以吃早餐等等的說法 讀媒就在事發一個星期之後 再訪問被受罰的學生 學生強調在升旗儀式的時候 全程暫立 始終是不了解被罰的原因 此前並沒有印象是曾經接受過 國旗各哥的教育 又質疑一般停課應該是要開會去決定 可能去到哪些階段是要停課呢 可能是一些打架等嚴重違規 他說這次被停課三天 是完全違反程序 以及覺得懲罰過重 這位同學說得有幾個論點 當然第一個論點就是 跟外界不斷爭議的就是 其實他也是這件事的導火線 就說他在升旗期間 或者奏國歌期間 沒有暫立或者不尊重 但是這位學生就說 其實他們是有棋的 全程是有棋到暫立的 這是第一點 不明白為何會被罰 第二點就說 也沒有接受過 這家學校沒有之前 有沒有做一些國民教育 一些國旗各哥的一些教育呢 可能普遍人就覺得要暫立 除了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儀式 是不是因為他沒有做到而被罰呢 而校方如果沒有做教育工作 校方是不是都有責任呢 而更重要的就是 他說一般這些停課 是一些比較嚴重的 打架 有些刑事的罪行 但是他們 是不是罪過於此呢 是不是要有這麼嚴重的懲罰呢 還有這些懲罰 是不是要開會決定 見家長先呢 而不是貿貿然 一位校長 或是副校長 就能夠獨自去決定呢 還有懲罰三天 是不是過重呢 有學生就說 停課期間 沒有好像校方對外宣稱 有一些叫做上網的課堂 事後呢 也都沒有其他的跟進和教育 直至到星期四呢 即是十三號 才見到校鑑 有學生也都說了 上個星期呢 也都有教育局呢 是去到學校呢 是觀貨的 那我懷疑學校呢 是做樣子 給教育局那幫人看啦 因為 始終 就是 學校都很看 教育局頭的 不過呢 那一名副校呢 早前也都向讀媒表示 說 事發當日呢 並沒有教育局的人呢 是來觀貨的啦 很多這些 不同的說法 不同的說法 究竟的真相是怎樣呢 可能真的要等到 獨立調查委員會 校方成立了 那就是 聽回當時的情況啦 如果有閉路電視 就可以看回啦 那找回真相出來 那也就是 如果 學生 他其實有做到的 他們沒有做錯的時候呢 可能校方是要向他們道歉 或者是一些跟進的工作 包括 停過三日課 他跟不跟得上一些進度呢 還有這個 副校長的一言堂 或者獨行獨斷 他們是不是恰當呢 是不是懲罰過重呢 有沒有人需要負責任呢 假設真的錯誤 去判斷那十四位學生 是說他不尊重 這個 升旗儀式的時候 當中 有沒有人誤導 或者誇大事實呢 那要靠呢 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做一個匯報 和調查 最後呢 是還原真相 那這個第一個 就想update大家啦 就關於聖方制中學呢 發生的事情 那希望那十四位同學呢 就不要太在意 不要影響到深層啦 因為 就是 現在讀書壓力已經很大了 基本上 很多要考試啊 基里瓜拉 現在呢 還要搞這些 東西呢 就是令到他更加 令到學生很大的壓力 那另外一件事呢 不知道呢 香港政府的官員呢 受不受到壓力了 第二個新聞就有關 這個 這個 許正宇 許正宇呢 就是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 他就說 不怕是競爭 只怕自己 爭氣而已 那當然最近呢 大家都會比較的啦 香港新加坡 香港新加坡 包括 旅遊業啦 包括 一些軟實力啦 包括一些 商業的一些 活動啦 很多情況呢 都 輸了去新加坡 OK 那 而 香港最近 有些大型活動的時候呢 也都跟新加坡呢 是同期撞到英 舉行這些大型的金融活動 那 有傳媒問到 許正宇 那你怕不怕 就是爭輸呢 因為 過去都有 往直 香港都輸了很多場的啦 那 怕不怕今次都輸呢 那 那 許正宇就說 不怕競爭啦 只怕自己不爭氣 被問到呢 會不會是 跟 與會人士 和馬 就是 會不會容許 與會的人士 和馬 因為現在的和馬 是不准啦 即是可以照上班 照出席一些會議 除下口罩 吃飯呢 就是 不行的 是不容許的 那 現在就問他 容不容許呢 有些人呢 是能夠和馬之下 都能夠 出外出用膳 那 他就沒有打得很實 要視乎 當時的情況 那 香港金融科技州 本月底 就開幕 預計呢 有二千 兩萬幾個 線上線下的人呢 是參與 那 活動呢 和新加坡的金融 科技節 是撞了期 那 許正宇就說 香港呢 有獨特的優勢 他說不怕競爭 那 用的優勢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 講 各方面的基礎 各方面的條件 那 新加坡和香港最不同的地方呢 就說 香港呢 有國家 有中國的支持 有內地的支持 那 就沒有問題的了 那 他就說 兩地的定位不同 新加坡面向亞洲 那 相信 金融科技公司呢 自然會做了一個選擇 那 這個就是 許正宇的看法 但是事實上 是不是 香港優勢 仍然是能夠 立不倒 還是 這兩三年疫情之下呢 香港優勢呢 是一下一下呢 是被斷送呢 那當然 江若寬之前都說過 就是有不同的商務的展覽呢 基本上都移私去新加坡 以前呢 以香港為一個定位的 選子的 那 現在就轉移去新加坡 那基本上呢 商界呢 基本上我們都已經共受商量了 現在 講的 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 這個高科技的 交會處香港呢 會不會呢 都成為下一個 被新加坡搶走 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 資產 或者呢 重要的資源呢 看看香港政府怎樣呢 是可以 就是 在不改 現在的防疫政策 0加3 和黃馬等的情況下呢 仍然 有些什麼殺手間呢 能夠吸引到 外資來香港呢 做生意 還有呢 出席一些相關的展覽 相關的活動 好 那今天呢 我們每個點評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幫忙 分享 訂閱和讚好 那我們呢 明天星期二呢 會繼續會有的 那我們明天再見啦